好,大家好,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棒的 就是医学跟护理相关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式 它叫DogsDogs 那这个DogsDogs我们如果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它其实总共有六项功能 它有Midi Docs,Midi Share,Midi Links 还有Midi Terms,Midi Talk 还有Midi Favorites OK,那我们先从第一个Midi Docs这边来说 那Midi Docs这边有提供一些单元 那我们如果例如说先点选其中一个单元 Visiting a Doctor 那点选进去呢,它里面有很多的选项 例如第一个选项是Word Diagnosis 其实基本上呢,如果你点进去呢 你看到就是不同单字 现在前测一下你对这些单字的理解程度 那你做完了它也会就是继续Continue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成绩 就是说12题里面你答最几题 那当然也会提供一些正确答案 如果你有错误的话 那再回来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就是有这个Reading Reading the material 那当然就是跟这个智慧相关的一些阅读 点进去呢,它其实呢可以听 所以你按这个耳机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听到一些语音档 那当然啦,就是说 有一些单字 你可以额外的去点选呢 它也会提供了一些语音 Sore throat Appetite 这样子,好 那你如果读完之后呢 你可以再回来做一些 一样就是练习题 那来测验一下你的理解 阅读理解能力到哪里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提供了一些Bonus 这些补充的一些教材啊 例如说,当你要说你生病了 你还有哪些用法 那其实这边还有提供一些巨型 常用的巨型 给同学使用 那我们再点回来 Midishare 它基本上呢是语音档为主 那这边有很多的 不一样的 很不同的一些题目 好,那例如说 如果你想听Kidney Stone 你一样就可以直接听 Kidney Stones Diagnosis of a Kidney Stone Starts with a Medical History 好,那听完一样也可以呢 去做一些练习 看你对于这个 你的听力的理解程度 是到哪里 好,那之后呢 我们还有Midilinks Midilinks呢 它其实就是比较 像是医务相关的一些工具啊 跟资料库 所以呢 它还有包含的一些 执照考试啊 可以使用的 这些东西 例如说 OmNurses啊 你点进去它就可以跟 那个任何的 护理师 执照考试相关的提醒呢 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Midilterms Midilterms呢 它也算是比较 提供一些比较实用的工具 还有呢 就是资料库 例如说我们点选一下 MSD Manual 我们如果点选进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有很多的 很多的症状啊 医学症状 比如说Blind Salmon啊 它的 造成的原因啊 要怎么样去评估啊 怎么样给予治疗等等啊 都帮你做整理 所以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那另外一个呢 是最新的功能 它是Miditalk 那Miditalk呢 我们就是配合了一些搭配词的词汇 整理在不同的情境的一些 临床上使用的英文 那如果例如说我们点选进去 这个Situational Diagnose Diagnose 那这边呢 就提供不同的三种不同的情境 那我们可以一样点选进去 那也可以呢 去听一些音档 那假设呢 有一些 就是例如说 搭配词 像Nagging Pain 我们也可以特别点选 然后去听 它是要怎么说 I've got a nagging pain in my shoulder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 就是说整理了 医生职责相关的一些搭配词汇啊 还有病人数 投诉的一些搭配词汇 所以我们点点进去呢 我们就可以 知道 某些常用的搭配词 可以怎么样去说 那配合中文的解说 可以让这个学生呢 更理解他的意思